上一期我们已经介绍了 怎么样去防止出现药害之一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 防止咱们做我在打药的过程中 出药害的第二篇 就是主要是二次吸湿 包括喷雾器 它那个检查的方法 二次吸湿 我们把这个药就是加到这个水里面以后 然后进行吸湿 倒到这个喷雾器里面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 把这个喷头给它凝掉 然后把这半截的这个喷头 就是加到喷雾器里面 除了搅拌打开开关 然后让充分的给它吸湿匀 这样子才会吸湿的比较好 才会不容易出现一个要害 这个是一次吸湿 然后加到喷雾器里面以后 要进行一个二次的吸湿 第二个方面我们在打杀虫剂 杀菌剂 以液面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发现很多农户直接用的是单喷头的 就一个喷头 我们在选用的时候 一定要看是几孔的 我们最好是选用这个单孔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样 这样子喷的雾 更细 吸收的更快 同时又不容易出药害 因为我发现有些农户 直接拿这个定向喷雾的这样的一个喷头 上面有五孔的 直接来进行喷雾了 这样子 就是很容易会出现这个要害的一个出现 当然了 如果说出现要害以后 怎么样应对 我也给咱们朋友们 前几期已经介绍了 如果朋友有喜欢 可以去翻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去学习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